敬請觀賞八點檔連續劇《流氓教授》 心罵三義 吻笑了 心風也 一人那雙 女心看 愛花花 就看伴 捉聶琴的歌 演唱 子羊 長 我心無法聽你敢不知 我要找一個所在 偏偏偏偏偏偏起來 會又想著 誰故意你老百姓 找一個所在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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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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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爱过的人他都会放在心里 那么在尖龙的心里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过来吃点心啊 好好好啊 幸福对流氓来说 就像是黑夜的月亮 那么高那么远 看得到却永远都无法接近 那天我到大姐他们家门外 我看见幸福出现在我眼前 从小我就排斥大姐的这段婚姻 跟他所嫁的老先生姐夫 当我看到他们对彼此的情谊 我知道那已经超越了爱情 是最真实最温暖的幸福 幸福的感觉会让一个流氓的心变乱 姐夫 阿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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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啊 干嘛 喊得那么大声 真是的 来来来 干嘛 建龙 姐 建龙 建龙 姐 这次这次可能要麻烦你了 这次可能要麻烦你了 你来啊 姐姐就很高兴了 说什么麻烦呢 对了 我有个要求 希望你答应我 我不要任何人知道我在这里 建龙 你在外面又有了什么麻烦啊 你不答应我没关系 我走了 从小到现在 你哪一项要求 姐姐没答应过你啊 进来再说吧 来 快点 真是的 这么久都没来看姐姐 姐姐好想你啊 嗯 你发什么呆啊 还不快进来 把建龙的房间整理一下 来 坐 这个建龙啊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也不跟我说清楚 不过 从小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要是不肯说的事啊 就算你把他打死啊 他也不肯说 嗯 来 吃面 姐夫 嘿嘿 你一定饿了吧 你姐就是这个样 也不问问你走了这么远的路 饿不饿 来 趁着吃了吧 谢谢姐夫 嘿 吃饱了就早点歇着啊 姐夫 不好意思 又给你添麻烦了 这次 我真的在外面出了点事情 可能要住一阵子 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话 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方面不方便的 你尽管住 我从民国三十四年离开家以后 就没再回过家 打完日本鬼子再打统发了我 每一次能够死里逃生 都是因为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想回家 离开家的人 就像不能靠岸的船 大风大浪没得病 建罗 你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 尽管住 家就是最安全的 家夫 好了好了 面都凉了 快吃吧 那你找一找 有没有 他们是谁啊 仔细找找 他们在找什么 妈你不用担心 没事的 大人 你赶快去把你爸爸找回来 跟他说家里有事 叫他快点回来 快点 好 我去把爸爸找回来 阿凤 你先把我妈带回房间去 丁妈妈 我们到房间里去 你们现在到底想怎么样 你不要太过分 阿凤 算起来我们两个也是好朋友 我也不想让你在你妈面前难看 只要你告诉我 林建龙在哪里 我不会为难你 谁跟你是朋友 就算我知道林建龙的下落 我也不会告诉你 有鼓气 带走 你们现在抓我 什么意思 凭什么抓人 我想抓你就抓你 怎么样 走 你抓我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 你们把他放开 放开 你凭什么抓他 阿凤 这件事情你不要管 把我妈照顾好 你抓人要有证据 我请问你 你凭什么抓他 他私藏人犯 私藏人犯 证据呢 你哪点可以证明他私藏人犯了 既然你拿不出他私藏人犯的证据 那我拜托你 请你高材跪手 放了他好不好 阿丁 你这个女朋友不错 你也得要替他想一想 不要搞到最后 换你被提报管序 你忍心让你女朋友替你守活活 你这什么意思 告诉你也无妨 林建龙现在已经被提报管序 我要抓他的不只是我们警方 是警备总部 你 我要是你 为了女朋友 为了妈妈 我一定会好好地跟警方合作 你好好想一想吧 走 那种ины 太生 到底什么是管序 是坐牢吗 比坐牢还惨 坐牢至少还有个期限 被提报管序 他爱关多久就关多久 进去管训队 就等于是 梅魏来了 这就叫 刑期无期 那剑龙为什么会被提报管训 他犯了什么罪 被提报管训 是不需要罪名的 只要被他们认为你是流氓 不必起诉 也不必审判 他们就可以抓人 说白一点 管训 是不需要罪名的 这样的话该怎么办 找律师也没用吗 没有用 在他们眼里 根本没有法律可言 对付他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逃 逃得远远的 永远都不要被他们给打死 这就是方法 这就是方法 台生 台生 我不要失去你 我也不要你被管训 他们为了要抓静龙 臭皮烂一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阿凤啊 这个世界 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是无法阻挡的 就算有那么一天 我也不能为了我自己 而放弃兄弟 否则我这一辈子 一定会不快乐 我一定会疯掉 我说的是真的 太生 阿凤 你要是爱我 就不要害我 就算我们以后没有未来 至少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这样就够了 我这一辈子 这样就满足了 我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 叫剑龙千万不要回来 否则 臭皮烂那个人渣 一定会找人跟紧我的 我现在一定要想办法 我去 相信我 我不会做让你不快乐的事 当兄弟要有情有义 爱上兄弟的女人 就得看得开 看得破 因为兄弟的情意 像是一副手铐 限制着兄弟身边的女人的自由 跟幸福 所以我拒绝被爱 我也不敢去爱 每一次 当爱情接近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 我害怕的不是过程 而是结局 是那个充满了悲情的结局 看剑龙不太爱说话 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想问他 又怕他嫌我啰嗦 我想回家一趟 你不是答应过剑龙谁都不说的吗 我只是回家看看 要是爸跟妈他们没事 我是什么事都不会说的 我只是很担心他们 你的个性什么话都藏不住的 万一逼得剑龙又走了 我看你还是暂时不要回去 不会的 我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了 不过要是不回去看看的话 我不放心 那你自己说话小心点 知道了 阿芬叔 您怎么有空回来 正好没事就回来看爸跟妈 我每天都要跟你爸爸聊好几次 照着三哥来 快点 来 走 爸 妈 你们要去哪里 要去找你 你来得正好 快点 带我们去找剑龙 快 剑龙 他人在哪里 在他家 你们怎么知道 剑龙 剑夫 照顾这些话就跟照顾人一样 要用心 用感情 那一部信的话 你把叶子擦一擦 明天它绝对长得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 哪那么快 叔叔 我去 来 谢谢 谢谢啊 小心啊 不要被烫到了啊 这么丰盛啊 谢谢 爸来 吃这个啊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自己来 好好好自己来 谢谢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别客气啊 好 不晓得有多久 没跟爸妈 在同一个屋子里 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一块吃饭 是什么人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明晓得走这条路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到了这个地步 面对爸妈的时候 才真正了解 这个代价有多大 我的心 越来越沉重 鼻子越来越酸 那天晚上 后悔这两个字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萦绕盘旋着 你一旦晚变新疆 变起回到人心病 永远秀一秀万 心思秀碎 终年死流浓 一遍海港 也感到 进龙的事情 真是麻烦你了 妈也觉得不好意思 不过我们这种穷人家 一离开流氓坑 就无情无弃了 进龙这种情心 也只好来投靠你们夫妻 阿考 你一定要替妈 把进龙管教好 妈 也尽管放心把进龙交给我们夫妻俩吧 人说天下父母心 侍奉父母得费心 你自己算算看 看你这个样子 侍奉父母到底有没有费心 没错 你很有心 不过你拿回去的钱 你爸爸他们敢花吗 再多的钱 也没办法买回一个好儿子 你爸爸的个性 跟我是一模一样 突然间有了钱 也不知道要从何花起 当初 当初 你们阿靠 嫁了个老头子 那八千六百块 你爸爸 都拿去还债了 为人父母 养育孩子 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出人头地 能比别人更棒 真的没办法比别人棒呢 也不要让自己的父母亲 替他担心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 你看看 什么时候 才能再跟你爸爸见面 这很难说啊 你啊 你啊 不要像我一样 老了才后悔 有道是 子欲亚 而亲不带 你会后悔 你会后悔的 你都要你 你有事 有情故的心内 你会后悔的心内 你都要你 未来 不有疼的心内 不狠疼的心内 阿乐 上次那件事到底怎么样了吗 什么事 赌场那件事 你想进赌场那还不容易 包在我身上了 我回去跟我哥说一声就好了 拜托你了 完了 我哥千交代万嘱咐 要我买水饺回去跟我妈吃 我妈一定饿坏了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什么 您的情趣想走 我假天再让你们逃回来 阿乐 你要记住 好 来来来 没关系 阿乐走了 我来赌 假如假如 这是什么意思 快点快点 就是嘛 咋了咋了咋了 烦死了 错不会赌 好 以后你就知道了 给我记住 阿三叔 阿平 阿三叔 爸 妈 你在这干什么 没有啊 等你们啊 是这样吗 对啊 没错 就是在这里等你们啊 你们去哪里了 去找你二哥了 他现在人在阿靠那儿 好 这样也好 这样比较不会跟那些兄弟搅和 趁这个机会啊 看看自己 会不会好好地反省 能够洗手不干 嫂子 这一次你大可放心了 看剑龙这个样子 应该是有心想要回头了 哥出去跟人家混 还没闯出个名堂来 就要回头啊 那我们廷大港都没面子啊 兔崽子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还跟人家说什么面子 平平安安过日子 就已经不错了 爸 平安有什么用啊 做兄弟多威风你知道吗 阿平 本来就是啊 是什么 混兄弟很威风啊 好的不学 既学些坏的 整天就只想到跟人家出去外头混流氓 你没有人家的本事的 你就算混流氓 也只不过替人家买槟榔买香烟 混流氓 你如果想当流氓 你爸爸还没答应 我就把你腿打断了 兔崽子 兔崽子 阿平 你哥哥就是走错路 到现在才知道后悔 你要记住你哥哥的教训 不要再像你哥哥一样走错路了 知道吗 还有 你哥哥现在住在你大姐那里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记住啊 千万不能说 阿平啊 你如果告诉别人 我就 我记得 你就打断我的腿对不对 没错 留给你 小鬼 我跟老张联络过了 我现在过去跟他拿钱 不过 我们拿什么还人家 没关系 回来再说嘛 谢谢你 我知道 你最不喜欢跟人开口借钱了 可是为了进龙 好了好了 钱是小事 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才是最学在的 我走了 快走 快走 早点回来 自己的路自己走 本来想走这条路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却想不到 一直为亲人带来了麻烦 当黑暗的命运影响了大姐跟大姐夫她们的幸福时 我选择离开 离开他们的生活 只是想减轻他们的负担 想不到 又伤了一个疼爱我的人 小时候在老家 我常跟我娘说 总有一天我到城里去闯天下 我娘总是说 等你长大以后你就知道了 金窝银窝 总没有家里的狗窝好 刚来台湾 我一个人常常跑到基隆港 对着大海哭 我想家 想爹娘 想我这一辈子的青春 最好的岁月 都给了国家 民族 画在战场上 最后去闹个无家可归 我长天哭 哭 想说老天爷总该听到了 还我个公道吧 后来遇到个老师馆长 他说想家 想家和不自己成个家 所以我就娶了你姐 我发誓 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家 虽然日子苦了点 累了点 你姐她唠叨点 可是这样安安慰慰过日子 就是好日子 好日子 好日子 你爸 你妈 愿意把你姐嫁给我 要不然 我早就跳到海里 好日子 所以金龙 我的命 是你们家捡回来的 金龙 我一直把你当亲弟的看待 你真的要走 我也拦不住你 不过你有没有想清楚 你真正要走到哪里 你真的要走 就把这儿收下 我知道 你平常爱看些诗 我对诗这玩意儿 一窍不通 刚刚经过九树摊 随便抓了两本 想说回去给你解解闷 你收下 你也拿过去 姐夫 我不能收你的钱 不行 你要走 就得把这些钱也带着 要不然我就不许你走 你不要看你姐夫年纪大了 想当年也打过土八路 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过你 来 你打了过我就让你走 姐夫 我承认我打不过你 我给你回去 好 我们回去吧 走 好了 别哭了 这不是回来了吗 别哭了 你看看你哭得多难看 别哭 好 不哭 好 妈 今天晚上吃什么 红烧狮子头 酸菜白肉锅 还是杠子头 妈 我想到了 面疙瘩 好 就面疙瘩了 今天我就煮面疙瘩给你吃 晚上我早一点回来煮面疙瘩给你吃 妈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你就跟阿凤讲一声 好不好 我晚上早点回来 阿凤 我上班去了 你累不累 要不要新睡一下 台神哥 阿平 是不是剑龙怎么了 他没事 我来找阿乐的 阿乐 他先去场子了 阿胜哥 你要不要去场子 有 你带我一块去好不好 你去那边干什么 没有 阿乐说 要带我跟你们一块闯天下 闯天下 闯天下 闯你个头啊闯 你知道什么叫闯天下吗 我告诉你 只要我跟你哥哥还管得动你 你就给我安安安分分的找个工作做 不要随便跟人家去混 懂不懂 要不然我打断你的狗腿 听到没有 我的腿得罪你们了 每个人都说要打断我的腿 我倒要看看 如果我闯出一片天下 看你们谁敢动我的腿 好 一raits 一 mortal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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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屁赖 你何必这么做 你这么做 不是对我们都没好处 对不对 阿丁 这个场子是我们一起缺的 别的分局要来抄 我有什么办法 本来我是想先来跟你通风报信的 谁知道晚了一步了 臭屁赖 你想怎么样 阿乐 阿丁 好了 我跟你挑明的说 今天我来 钱不是问题 我要的是一个人 如果找不到 今天是第一分局 明天是第二分局 后天是第三分局 你懂了吧 这个世上 警察永远是比流氓还要多 好好想想吧 好了 走了 没事了 去面团吃个面吧 走了 炸 你们多喝点啊 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那边还有事 我煮了 我煮了面疙瘩给丁妈妈吃 不知道 是我煮的不好吃还是怎么样 她这两三块就不吃了 接下来就一直睡一直睡 一醒来就问我 你回来了吗 台生 你妈她看起来怪怪的 我真的好心疼 台生 你不要做了好不好 虽然丁妈妈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 我觉得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她很担心你 也很希望你能在她的身边 只是她不愿意给你压力 现在臭屁来 又到处在找你的麻烦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出事的 台生 既然我们惹不起她们 我们可以躲着她吗 你就趁这个时候收手好不好 收手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如果收手了 以后怎么办 而且 我手下那些人 靠着我过日子的兄弟 我们如果不做 他们怎么办 我不会自己想 我也要为他们想一想 那你为什么不替丁妈妈想想 你也替我想想 怎么了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跟我过这种苦日子怕了 如果害怕的话 尽管走人吧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自私任性 你受不了了 尽管走人 你受不了了 尽管走人 你休想改变我什么 我一个人过日子 会更轻松自在的了 台生 我哥他吃炸药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他要赶我走 他要赶我走 台生 其实你知道 阿凤是在担心你对不对 你常常不回家 阿凤他说过什么吗 这一次 要不是那个臭屁赖四处放话找你 他也不会急成这个样子 你说的我都知道 可是我的脾气就是 你 女人就是这么麻烦吗 成天就想 有什么爱啊 琴啊 把我们男人给绑住 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男人 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你又懂什么 阿凤是在担心你哥哥 不是你说的 什么绑不绑的问题 我请问你 我们女人 能为了你们男人 什么都不要 你们男人 能为我们牺牲什么呢 你说 你说 明姐 我只是随便说说 你别这么激动嘛 我只不过想打个圆场啊 阿凤 为了你哥哥牺牲这么多 你哥哥还要赶他走 我问你 这样做对吗 你哥哥 来 喝杯酒去 谢谢 太阳神堂 男人在心烦的时候就会发脾气 就像小孩子一样 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哭 可是马上就好了 都是我不好 他已经很烦了 我不但帮不上他的忙 我还说那些话来烦他 我真笨 跟这种人过一辈子你不后悔吗 跟这种人过一辈子你不后悔吗 我不后悔 不过我很害怕 害怕有今天 没有明天 但是害怕也没关系 辛苦也没关系 反正这辈子 我跟定他了 我看多了 痴情的人 比无情的人日子更难过 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喝醉酒的时候说 年轻时 是一天一天地过 中年时 是一年一年的过 到了老年时 是一辈子在过 我希望跟台商 能够过一辈子 一辈子时间很漫长 不知道能不能走得到 总盖好 总盖好 你干什么 我来这儿还没站什么 当然是来这里喝酒跳舞的 你们知道臭屁赖在里面 你这么做我很为难 给大家留点面子 放心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绝对会给你留面子 而且我是来这里哄那个臭屁赖警官的场 等一下 我一定要好好的请他跳一支Tango 别这样了 你也知道臭屁赖说的我们也不能不听 你也知道我们很为难 万一弄不好会很难看的 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你如果不让我进去我就翻脸了 好 你带着血吗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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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们要处理点事情 今天所有的都算本店请客 跟我请 是 别说我下班了 不好意思 胡宋 慢走 有空常来啊 再美的梦 都无法抵挡无情的现实 阿丁的厨艺很好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他想跟阿凤 在基隆开家最大的餐厅 当有人要来剥夺 我们做梦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能任人宰割吗 反正梦已经碎了 反正看不见未来 反正是要被人践踏 不管路怎么走 都很坎坷的时候 阿丁宁可喝醉 向白道流氓宣战 虽然他明明知道 这是一场注定要惨败的战争 帮个忙 来来来来来 坐好 小心点 怎么回事 刚才在场子里被人打了 又是那个臭屁赖 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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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看 你自己看你哥哥 被打成这个样子 好好照顾他 有什么话赶紧再说 好 大神 小放姐 不要让我妈知道 我妈她不能见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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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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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